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到台东 所以在前面你可以看到在南回的公路上面 非常长的一段路 那今天刚好有事情要到台东来处理一点事情 所以我就顺便到南回医院来做一些访问 那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南回医院访问的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知道 到底南回医院需要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忙 或者是他们为什么要成立南回医院 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呢 我们到台东 那这个地方是达伦香市的土板村 那我们其实要来带大家去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是在屏东南回这个地方 其实没有大使的医院 所以这里的居民其实要常常必须要 如果要去看医生要去看病的话 其实都要非常劳碌的奔波 有时候他们花的这个交通的费用 或者交通的时间远远超过于这个看病的时间 所以在这边有徐超兵医师 还有很多在当地的朋友呢 其实都一直很希望有一个医院 这个大型的医院能够去解决这里的医疗问题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来到南回医院的 他们所关怀的一个日照长照的中心 然后来谈这个有关于南回医院的这些问题 今天在跟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珠联记三姐 珠姐对是这个南回健康促进关怀服务协会的行政主任 我想先请教珠姐就是为什么想要盖南回医院 其实我刚才大概稍微讲了一下原因 其实就像老师说的南回这个地区 距离台东市区往北往台东市区要去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然后往南到屏东到榜达 最近到榜达也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这还不打紧 整个南回地区的山区 还有距离大五的中心 也要半个小时以上的车程 所以这样方圆这样的大概有几百公里 完全没有一个属于比较完整的医院 其实包括连诊所都很勉强 有个一间 常常有时候一间关闭了 所以我就可想而知 这么大的一个区块 没有医院对地方的居民来讲 真的是医疗的困苦 是可想不见的 您刚才有提到说 其实医院是比较少 甚至连诊所有时候都没有 当然我们知道各个地方 会有像卫生所这样一个机构 那平常这些居民要看医生怎么办呢 就是说方圆几百公里之内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医院 那怎么办 你们生病的话怎么办 生病的话就是包白排车到市区台东市的市区 然后包这一趟白排车恐怕都要花上时间上大概要花个半天的时间来往 然后车费的问题的话 白排车大概要花个一千五到两千里 哇一千五到 看医生也不用那么多钱嘛 是啊是啊 当然负担真的是非常的重 对居民来讲 所以这对居民来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压力 是 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再去规划这个南回医院的这样一个建制呢 嗯 就我所了解应该大约 徐医师的规划应该是十几年有了 那南回协会的成立已经是八九年的时间了 所以在协会成立之前 医院的想法概念就已经 徐医师就已经出现在一个概念 这样一个共享 所以 那但是因为医院要盖医院不是很容易 所以徐医师当时大概就 就邀请我们一几个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亲友们 行 或者就是跟支持他的人成立南回协会 嗯嗯嗯嗯 所以现在医院已经是核准可以设立可以去新建了吗 应该是说目前是 医疗基金会才刚刚通过而已 对刚刚通过而已 所以还没有大了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 医疗大了还没有开始新建 还没有 目前的进队就是 就先地已经买好了 已经买好了 所以地买好 但是其实 盖医院不是只有买地 那还有包括新建这个医院的建筑主体 或者是包括里面的设备 我看也都是非常昂贵 当然医生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就是有地 但是有钱吗 有医生吗 我想这也是很多人会关心的问题 事实上真的是 经费应该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过去的这几年 徐医师也常常透过演讲 就是透过他的出书等等 当然也获得很多的回响 那毕竟盖医院也不是那么容易要募集 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那坦白说 我自己个人对经费的筹目 不是非常的清楚 因为医院的筹备 我们有另外一个部门在筹备处 可是就我们所知 就我这边所知 就是要盖医院的 的确是 并不是那么容易 光当初要先成立 医疗筹备基金会 有筹备最起码的三千万的筹备 募的时候要募这些筹备 就非常的困难 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的过程是真的 然后我们在医省会那边也经过 有非常的艰辛的过程 是的 非常艰辛的过程 好不容易这几年一直到去年吧 去年的年底11月 我记得是11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 医疗筹备会之后才有比较明显的成果出来 这样子之后呢 医疗筹备就通过基金会的立案 所以我想我比较清楚的情形 就是现在医疗筹备会立案已经是通过了 那详细的还是要在我们的筹备处理上 所以还没有正式新建 当然也不会还有一个正经 可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最近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例如说我们下午曾经到大武那边 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运转所 这个所谓的车子在做接受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是日照中心 可以介绍一下基金会目前在做的一些工作吗 我们应该是说协会 南华协会 基金会是另外一个部门 那南华协会 其实徐医师过去有进医院要盖 不是那么容易需要一些时程 所以但是偏僵的老人需要照顾 偏僵的孩童需要照顾 偏僵的有很多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有一些不方便的需要照顾 所以当时徐医师就先成立了协会 然后成立协会之后 我们就先从做 徐医师一直强调的就是 教育是不能等 这个教育是不能等 那偏僵的进步还是要从教育 所以当初他就先设立那个帮舟教室 去成立帮舟教室 来照顾孩子 就是学校放学之后的特别的辅导 你知道在乡下也没有补习班 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那甚至更严重就是说 有时候孩子们回到家没有办事 很多这样的情形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先从立方舟教室 然后之后就跟政府部门申请 还有关台据点还有文化健康站 这些都是照顾独居的来的 那我们也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做一些跟生活医院合作 做居家 就是到宅 在宅医疗 医疗教室没有 但是服务的 对 因为医院还没盖起来之前 其实这些 长辈 这些孩子是需要照顾 所以透过协会的组织 来照顾 就成立这些 各据点 然后计划一些各计划 执行一些各计划 照顾这些长辈们还有孩子们 大概就是 进度是这样 那这半年 在我们潘美媛市长接任市长之后 更结合了外面很多的资源 比如说 感激电 运龙 集团 等等 或者是宗友 所以就 包括众盛器的行驻 大概就是 这一个月 我们也有 五部 应该讲 富康车 就是富康座位的 智慧车 我们都讲 我们这边有很多说法 开始来的时候是说智慧街车 然后我们 我们这边的长辈们 不习惯什么叫做智慧街车 他们喜欢叫爱心车 爱心车 爱心车 不过我们现在给他的名称是 幸福一号幸福二号等等 幸福一号什么的 其实 我们自己是说 村里那台车 村里那台车 不过因为要编号 所以我们觉得幸福一号幸福二号等等 那 这五个车子呢就是 可以接送我们的 旧医的 或者是旧医的 详情 那当然我们以身心障碍的 有限 或者是长辈的有限 因为车子也不是很多 这样的服务 那其实在这个当中 我们还有另外一项 很重要的 食物就是 中型巴士的 爱心巴士的 叫爱邦 因为我们住在山上的孩子们 上学不方便 这边没有公车可以 所以你还要到这个 小孩儿的家里面 接到那去 其实学生的话 就集中在一个地方 OK 就是我们自己的公车站牌 我们自己的公车站牌 所以他们到你们自己的公车站牌 然后你们集体的把他送到学校 到学校 对 然后还要再接回来 下午要接回来 要接回来 对 要接回来 所以 大概就是每天做这样的晚饭 我们有一部二十人座的中型巴士 这个计划 当然我们是有申请公立裁救 申请公立裁救的合作 所以 这部车子 其实真的是 对我们的学生的上学 真的是有非常好的工作 不然 过去我们的孩子们要上学 要步行到公车站牌 一个小时 哇 在等公车 对 现在有了这部法师 就方便很多 对 父母亲家长也放心活 嗯嗯嗯嗯 他们就可以放心地做自己的工作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工作 就是特别是在 要新建医院本身就是非常非常困难 不管是在人力财力 或是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 其实都是很大的困难 但是即使这么大的困难 医院还没有成立 你们就做了非常非常多 这种所谓的在地关怀 不管是在于所谓的 这个所谓老人照顾 或是儿童的这个就学方面 甚至在这个村民的这个接送上面 其实都会非常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我觉得这是非常 让人家感动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的官方朋友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到 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去支持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协会也好 或是基金会也好 特别是我们在台东 或者是在台湾很多偏向的地方 需要很多的资源 不管是医疗资源 或是教育资源 都需要所有的人来协助 那今天非常谢谢三姐 来接受访问 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 那当然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怀 关注这里的所有的事情 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谢谢 哈喽 欢迎收看关键新闻 我这两天到台东来办一点点事情 所以住在都兰的民宿 哇这里真的还蛮不错 可是有点可惜啊 台东最近这几天的天气 其实并不是太好 我想最近这几天台湾的整个天气都不太好 所以大概没有办法看到比较远处的 风景 但即使如此呢 呃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这个地方 我这一两年大概 每一年都会来台东 来这里 至少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这个空气是真的非常非常的 不错 我们住西部 住嘉一住太久了 常常会觉得 哇这个天上雾蒙蒙的一片 即使在台东今天 可能天气也不是太好 但是空气是不错的 那这个视野当然也比我们在 这个在嘉一的大部分的状况都要好很多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礼拜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新闻 第一个是跟七秀一有关的这个新闻 新山山装作业外 一直在相伴的包装的動作 製造业有当时 集团节来 六内要配合新山山文作 最近金字幕 国家庄陆冬佛新称 十四项製造业 集集团的大业 可以让来放送 最七天候一天的规定 臺灣六港普遍不喝新四季 有製作業是偏要 向請原工人員 加賺加班費沒什麼不好 租屋的壓力跟生活上的壓力 多上班多賺錢 所以我覺得 有沒有修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還好 可以有讓勞工有一些加班費 什麼之類的 大家可以多一點收入吧 我不會是反對 我反而是反對 說現在經濟是不是說很好 可是我們偶爾也是要替客人想 不過有機會是一年多以來 越來越多行業 有條件來放三港市 而且經濟保抑向 努動部正處製作業 配合業 零售業才十多的行業六天 輪班的計劃時間 對這頓十一點鐘 縮底到八點鐘 雖然廣工下班效果不久 八點鐘又要開始工作 雖然努動部這次 依航只會開放天災宿便 在經濟狀況 老闆才有活動這款來擺班 不過雖然整個消息 主任完港匯標示不到這首 當天其實這個就有辦法接受 因為這個其實 當天是攸關就是人命的問題 早上一睜開眼睛就上班 回家到 回家下班就是馬上就是睡覺 其實沒有什麼生活品質可言 他們就整理一些行業別 他們溝通過的他們就送過來 勞動集團資訊會上面做一些討論 然後我們測評這張是開放行會 尊重相關單位 那有委員的意見 有 配方領事業 放請萬港到119萬1千人 面臨工時放款的資訊業6天 高級有156萬人 經濟部主委申請入計劃放三的影響 很大 劉動部說會開會來討論 並且要集團主向方表達意見 再來評估是不是要放款 記者總和報道 好 那這個七休一 其實很多的這個產業其實都不斷希望能夠放寬 那當然從有些勞工的角度也希望能夠放寬 因為這樣子可以多加班多賺一點錢 我覺得這個並不是完全是不好的 但是因為很擔心的是很多行業都放寬 那最後會不會變成是責任制 或者是在政府在把關如果不夠嚴格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其實越來越普遍 那其實後來這個一粒一休 連一粒一休都沒有辦法真正的執行 一個更大的問題恐怕不是讓勞工多賺點 多工作多賺點錢而少休息 一個更重要的是整個台灣產業的該怎麼樣的提升 產業的轉型也好 或者是整個國際之間的貿易也好 恐怕才是一個更值得我們去關注的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也是跟勞工有關的新聞 新聞是跟護理師有關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則報導 天使救人 護理無罪 正人跟軍頭部說定案案 掛到不死大 為兩位鼻起手的護理師話不講比 去年造成十位人希望的 為何部台北鼻鼻鼻鼻家大會 新北地檢主認定 兩名護理師沒有做幾遍人 帶走長波撐住 沒有做到美國的營電安全檢查 沒有進到訪會管理的決定 他責任第四座起訴 陰棄立委跟護理師公會不斷 檢查官的判決書裡面 居然說一般人員沒有察覺電線短路的能力 請問護理人員有嗎 護理師公會議員 護理師也沒有成長 康康病人也沒有強制力 借助醫病關係 更加緊張 這次造成大會電器用品 為什麼是由護理師來負責 依照消防法十三條 一定規模的公共建條要臨康康管理人 不過在商行的地區民 那才是當初機構 是大部分都直接給理長來驚訝 控會管理人 在負責相關的業務的人員的配置上 我們會重新做一個全院通盤檢討 外交部表示 對兩位皮膚所的護理師的進展 在給他們的協助 要通報檢討 並在裡面的放在臨康康管理人員 記者綜合部讀 其實在我們節目當中 也做過護理師的專訪 但是我們知道 他們的工作實際上是包山包海非常非常的多 而這個所謂的消防安全的問題 恐怕不是一個單純的護理師 他就能夠去負責 甚至把這個責任是歸咎在這些護理師的身上 其實我覺得也是不太公平的 特別是對雇主而言 一個機構的消防設施好或不好 或者是這些所謂的緊急的疏散的人力 夠足或不足 是雇主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你把這個問題丟給一個小小的護理師 我相信那個壓力是非常非常的大 好 接下來這一則新聞是跟教師法有關 提出歡迎團評 告日台古代副教書陳志曉 不管結果如何在整個非常長的訴訟的過程裡面 其實都會給這些老師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那同時也產生了殺雞儆猴的效果 會讓其他的老師 可能更不敢直接把自己的良心給他講出來 還有很多工會也公佈是分近年來 因為常務社會還是政治運動 做到衣裳還是破行的台專告書的名單 強調陳志曉的重訪並不是個案 甚至在2021年要不然會成為 國立中心台學校教書莊秉傑 因為這期六金白煙有度 做到台所要求保證4千萬的案例 如果說行政一般的 告訴法 審訟 比最改品的條款 未來很多的教書 強調都要因為公開發生或是行動 省受改品威脅的方向 甚至這樣 讓學界進行 要求教育部就是要持續的跟我們的團體討論 那我自己就是高校公會的意見 我們也會來採納 因為立法院的討論是 我說的是合意制 就是不同的意見都可以拿出來討論的 它並沒有一個一定要通過的版本 登記關心告訴官僚的律師 翁國燕表習 也許應該等到九評會來處理理事案件 例如蔡白會也共調 這次修法主要是降低無色情告訴 一種在實際上平 二少和百年面上 未來也會繼續關心 減認大學告訴食品館 和專人告訴合意的食品保障頂議題 記者中學部都 上個禮拜我們就跟大家談論過 教師法的問題 就像我們說其實有一些不適當的教師 特別是對一些性侵或者是這種所謂的 對學生有一些傷害的這些老師 恐怕得要去這個所謂的某種的這個懲處 甚至要他離開學校 我覺得這也不是什麼不可以的事情 只是那個程序是什麼以及類型是什麼 但是如果教師法現在目前的這個法案 把很多的東西全部混雜在一起 就像這一次高教工會提到的 只是如果這個老師他去參與了這個所謂的政治的改革的行動 或是參與了這個所謂社會倡議的行動 而被判刑而被這個起訴 特別是判刑他都有可能是這個造成很多的這個 所謂的寒慘效應 就讓很多的老師不敢在這件事情上面 在公共議題上面發生 也會使得老師們越來越退縮到自己的這個所謂的學術 或者教學的小圈圈 而對於所謂的公共事務的參與 其實就會越來越少 那這次我們覺得非常 如果是這樣子混雜的處理的話 事實上會讓人家覺得會不清楚 而且會或是你甚至造成這個老師跟家長團體 或者老師跟這個所謂的人權團體 人本團體這樣的一個衝突 所以這個法當然是要去修改 但是怎麼樣去分成的 或者是細緻的去做某種的區隔 那該處罰的處罰 然後該保障的保障 或者是那個程序上面 怎麼樣讓這個所謂的更民主更透明 恐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關鍵新聞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掰掰